麻油雞有一個這個麻油炸彈以外 雞腿肉都超多的 麻油雞蛋 這一次我們來到了台中北屯區吃一間非常平價又新奇的小火鍋 有肥源一般小火鍋 他家有一個麻油雞炸彈鍋非常受歡迎超濃郁的這個麻油香 搭配炸彈跟先炸後煮的這個大雞腿肉 一鍋才209元 這也是最多人點這個麻辣鍋不到180 但是他有超大油條跟軟爛的壓型 搭配店內的白飯飲料 冰淇淋都是無限量工藝 非常非常的划算 最後最特別是他家有很少見這個黑蒜頭雞蕾鍋 昂貴的黑蒜頭究竟如何呢走囉 我第一次吃過黑蒜頭的雞蕾 你有看過黑蒜的影片嗎 沒有黑蒜什麼影片 黑蒜 別忘了一下 哈囉大家好我是德雷克 今天跟怡露來到了台中 我們好久沒來 回台中拍的 今天這個系列是 會拍的是火鍋系列 我們這次要來採的是這一間 櫃花樓 那我在網路上看他是 好像剛開沒多久 然後他有兩個招牌我們是想來點點看 一個是麻油雞然後他有加一個麻油炸彈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好像是蒜頭吧黑蒜頭雞 然後他的鍋都很便宜 他的鍋都基本上全品項都在200以下 然後我看他的鍋都很大 所以我們 拍過那麼多火鍋這一間我們也來拍拍看 這一間新開在這個好像是 西屯區漢口路二段這邊的桂花樓走囉 然後這邊的話還有自己可以無限吃到飽的白飯 然後這邊有一些醬料 然後再來的話這邊還有免費的冰淇淋 還有有芋頭也太可愛 然後還有 飲料喝到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邊還有泰山的飲料跟 這邊剛好店員在爆這個現爆的爆米花 然後還有咖啡 好啦我們的餐點 都到齊了四鍋 那他們先在旁邊等一下 等一下四鍋 等一下喔一直噴一直噴 欸你不覺得他的 他其實他的一個鍋 就很大了嗎 他的每一個鍋這個還不到200塊 這樣子是179 179然後還有肉 而且他肉就給1 34567片而且是 你注意看他的肉是有厚度的 有嗎有嗎有嗎 7片耶 然後這我點的這個是麻辣鍋是179 然後你這個就是 唯一 超過200塊 沒有就是唯二超過200塊 209塊 麻油雞 有一個這個麻油炸彈以外 雞腿肉都超多的 這個是那個 大雞腿 黑蒜頭 我第一次吃過黑蒜頭的雞 你有碰過黑蒜的影片嗎 沒有 黑蒜的影片 來 黑蒜 然後這個是最特別的 就是他們招牌的 那個 桂花經典鍋 我本來以為說 他的店名叫桂花 所以叫桂花經典鍋 我就沒有 你看 他上面真的放桂花 老闆等一下可能會拿刀出來殺你 吃吃看他這個 黑蒜頭雞 黑蒜的 看氧化比山菜還要刀 喔 有這麼知識型YouTuber嗎 黑蒜頭 你連下也要看黑蒜的那個影片 這個大綠的影片 咦 好濃的蒜味喔 他感覺是 他感覺是 對 感覺是蒜頭中的菜脯 只是他沒有那個QQ 那個脆脆的口感 哎呀好好吃喔 真的 我告訴你 太誇張了 太北來太誇張 黑蒜的話哪有人生吃 一定要拿去煮湯 怎麼會有人直接生吃呢 喔他的雞腿 好吃 雞腿融入那個 蒜頭的那個 湯汁 整個就是像是蒜頭雞一樣 超濃的 這很便宜耶 這很貴 我本來以為他的那個什麼雞肉是 肉那個 像北部雞肉鍋是雞肉片 他是整個雞腿肉 對 又要演一次了嗎 大哥 擔心你的肝 那你嘗嘗看 然後吃一看他還壓起來很不錯 很嫩耶 他不是那種乾巴巴的 他是嫩的 很入味 我覺得 台中的火光 連小火鍋都比 北部還要划算很多 牛肉口感很不錯 牛肉口感很不錯 然後我們給他看一下裡面的料 有老油條 然後 高麗菜跟這個應該是青薑菜 然後 甜不辣 豬血 然後 百葉豆腐 貢丸 魚角 鴨血 蟹味棒 豆皮 還有肉 179 超划算的 飲料冰淇淋還吃到飽 那你有點成功了 不是啦 前櫃 前櫃 怎麼好像成功了 錢 比錢 不能不能攻擊 比錢 錢差 我還要划算 因為差都我記得 差不多要200多塊 不一樣 可是他那邊是著重菜盤 對對對 這個是有點類似 高階版的燒 三媽 但是價格 高階版的燒 價格跟他差不多 對 我想要吃吃看這個 喔 麻油雞蛋耶 為了介紹 我為了介紹 吃一口 吃一口看看 麻油的煎蛋超香的 這個要配飯 這個要配飯 超好吃的 那我來吃吃看他的雞腿 他的雞腿也是超大塊 他的麻油香很香耶 然後有一點點那個薑味 可是那個薑味不會搶掉那個味道 雞腿是嫩的 對 好吃 好吃 他麻油雞好吃 這個好讚喔 那我們來吃吃看他的這個 桂花 桂花的火鍋湯到底如何 那我一直想到桂花是那個冰的 冰的味道 對 桂花 對 清香 對 他是那種海鮮底 然後蔬菜很多的甜味 然後桂花是他的香味不甜 很妙很妙 好喝 是好喝 我覺得這個好 最近不錯 以他的價格跟小火鍋這個等級來講 算是 可以跟外面的單點鍋的 差不多250到300是可以比的 好啦我們這一次吃完了 這一次吃的帳單在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總共點了四鍋 總共是806 所以一個人平均200塊 這很划算 那如果你是 點那個其他的鍋的話 可能會更便宜 然後 冰淇淋飲料那些白飯是無限吃 所以 基本上如果這個是開在台北的話 我一定選這個 我不會去選 臭臭鍋了 臭臭鍋的價格跟他是差不多的 可是 東西比他少很多 那他這間的口味的話 我會 推 兩個 一個是那個麻油的那個 炸彈的那個麻油雞 喔那個真的好吃 他雞腿先炸過 然後進去用麻油的湯燉 然後那個麻油炸彈那一顆 他又弄得有點半熟 真的超讚 黑蒜頭雞就看你們個人 齁就是你想吃很濃的蒜頭味的話 可以吃吃看 黑蒜頭雞 那我個人是推 麻油跟麻辣鍋 我覺得他的麻油 因為他的湯都很甜 那我剛有去 拍他的那個 那個廚房裡面 廚房的那個湯都是很天然的 什麼甘蔗什麼 一堆水果下去熬的 所以我覺得 老闆在做食材上面 應該算是蠻有良心的 好啦 介紹給大家啦 那我的影片 資訊會發在影片底下 掰 中共的部分 那些味道 真的還是有意見 瞄清